两名学生把腿狂奔逃出学校 大量学生和老师聚集在室外空地 让警方进入校园控制情况 学生跟着指示举起双手 战战兢兢地走出教室 位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阿巴拉契中学发生校园枪击案 学生拍下画面 老师关门要学生蹲下躲藏 有的学生吓得不断抽气 大量警车救护车和直升机 到现场掌控情况 疏散所有师生 警方表示 枪击当下校园警察立刻行动 但来不及阻止枪手造成死伤 成为美国今年第45起校园枪击案 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而被警方当场抓获的枪手 是该所学校年仅14岁的学生葛雷 当局透露 学校曾接获一通可疑的预告电话 枪手则将以成年人身份 接受审判 CNN最新民调显示 贺锦丽在威斯康星州 和密西根州取得明显领先 而川普则在亚利桑那州 占上风 两者在乔治亚州 宾州和内华达州的民调 则不相上下 其中宾州和乔治亚州 是选举人票最多的摇摆州 成为川普和贺锦丽 入主白宫的关键战场 记者五张综合报导 字幕录纸